一名穿短裤的女子 打啦啦坐在椅子椅背上 这样高高在上的模样 仿佛整个淘机 都是她的伸展台 有好心民众上前劝说 想不到她还把鞋子脱掉 完全不理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就很没有公德性 我觉得在国门这样子 会很丢的 有一点 另外三名外籍旅客 也把这里当自己家 各个拖鞋跨到其他椅子上 其中一名蓝衣男子 把袜子掀起一半 不断对着脚底板 又抠又抓 其他两名旅客 依旧有说有笑 完全不在意 自己同伴的夸张行径 跟保全是什么 跟保全是什么 可能会吧 如果他就是 旅券不听的话 那会不会觉得 在国门这样子有用吗 有一点 实际来到现场 虽然没有看到这些行为 但有民众赤脚盘 坐在椅子上 还有人直接鞋子摆一旁 躺在窗边呼呼大睡 其实在这之前 还发生过逃机工作人员 上班时间直接把脚 跨在输送带上 大打瞌睡 桃园机场表示 无法强行制止 这样的行径 如果打扰到其他旅客 才会上前柔性劝说 如果造成物品损坏 会要求赔偿 也请旅客要多加自治 不要让这些 有爱观瞻的行为 让自己失了颜面 记者刘志展 周志平 桃园报导 中天电视 全身制作 强挡大戏 美好年代